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 年 哇 我告诉你啊 你孩子长得蛮好看的 挺气的包装的 诶 这个妈妈 我说的好看吧 她就说了好看 哈哈哈哈 你应该怎么这样 哈哈哈哈 自己人家说 人家说妈咪求的儿子自己好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孩子啊 我说 她长得挺英俊的 但是呢 她现在呢 这个脸呢 现在拉得很长 因为她心中不开心 你知道吗 她从小啊 就不开心 你知道你有责任 明白了吗 因为你的婚姻不圆满 你们主妻经常吵架 所以这个小孩子早天在边上忧郁忧郁 你知道这就是小孩子的忧郁症的基础 听到了吗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觉得呢 你无论如何 要把你现在这个小孩子给他念心经 你命很硬嘛 你有点磕他的 他不在这里吧 哎 我就讲你啊 你知道吗 你还会磕你的老公 听得懂吗 你已经一分了 很不存啊 你已经一分了 我告诉你了 这个就是麻烦 所以你以后要学的语言过重一点 你还硬一点的 不要太硬 你还懂吗 我看一眼怎么 早看一眼看 像一个经理 管人的经理 嗯 知道了吗 好了 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的弟弟 祖龙的 1952年 现在在念过母子 哎 一般只能看一个 算了 再给你婚礼 不行 再看一看 他一般的法复 不重要的先讲 接下来他知道财产很吃飞的 他讲一个很严重的 那我看一眼看 这种人 祖龙的公开到这种地方 是不是念很多心经啊 好了 说吧 第二 1952年 祖龙了 哎呀 像是脑血管雨塞 有点像小冲冲一样的 你听得懂吗 他就是 演讲法想 瞧瞧他的 呦 看一眼了吧 他 敲脑子呀 脑子坏了 听得懂吗 被人家 敲脑子了 所以脑子就不好了 明白吗 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念头 解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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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的呢 嗯 我儿子的呢 你儿子什么 他说我儿子的 啊 哦 我儿子的 哦 就是在医院里啊 啊 我弟弟相当于什么 哦 他弟弟问好 又要问儿子 哈哈 哟 好了 不能问这么多的 啊 就前面比较儿子什么 啊 知道小妈之间 493好了 好吧 老妈妈 自己呀 有时候我举个简单的意思 好吗 你跟儿子不要经常多接触 明白吗 就是说 跟他同常都在一起 你白天晚上跟他见见面 当初的时候就进了 少跟他见面 你的命真的很硬 明白吗 你会磕他 哦 好吧 自己多念心听和解决动 也会对孩子很好的 好不好 好了